量子力学跟古典力学的关系 但是并不是代表着说古典力学一定是错 只是它的描述方式上面呢 在某些detail细节上面 没有量子力学来得好 但基本上 在聚观上面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古典力学还是蛮适用 所以我们假设说我们有Omega呢 它是一个什么 抱歉 一个dynamic variables 或者呢 你把它称作为它operator的 OK 它是用operator的方式来描述它 那假设呢 小Omega呢 就是怎么样 the eigenvalue 那么我们的久听过的课训 我们是怎么写的呢 我们的写法是 pc dot 会等于负i over h bar的 Hamiltonian pc OK 本来我们应该把这个写过来这边了 OK 那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方式 我们现在只是把它调过来而已 OK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发现一件事 假设我们去计算 这个dynamic variable 它本身的expectation value 对着时间的变化 比如说这是它expectation value 然后我们呢 计算它对着时间的变化呢 我们上次已经做过了 它会等于怎么样 等于你把这个dynamic variable 跟h呢 做commute之后 在取期望值 在乘上前面的这个系数 它本身可以用这样子来描述 但事实上用这样的描述啊 你会发觉它跟什么很像呢 跟古典非常的像 因为古典它告诉我们说 假设你有一个状况 它对时间的变化率 它可以写成什么 写成这个 大家记不记得这个 显示的一个大瓜糊 记得吗 OK 不记得你回家去翻一下 你发觉它们非常像 OK 只不过我们用 这个schuldingal equation 去计算之后呢 我们发觉 可以这样子写 OK 非常非常像 再来一个 假设你继续 你用这个方法 去求取 x basis 它的expectation value 它对时间的dot 对时间的dot 你发觉它得到的是什么 p 除以m 这一块 非常非常像啊 对不对 非常非常像 因为呢 x dot 假设是在我们的古典里面 古典里面x dot x dot就是v嘛 它是不是等于 我们的p 除以m 本来就是这样子 mv除以m 那就剩下v了 我们发觉 这种特殊 这种很 跟basis 非常直接有关系的量呢 它们两个是对应的 OK 当然更进一步的呢 你可以把它写成 harmittonium partial hamittonium partial p 的expectation value 这个当然 对不对 这个呢 就是 我们之前讲这个 那个什么 Lacrange之后是什么 harmittonium 对不对 它本身的 的这个equation里面 OK 当然有了p 有了x之后 你就要计算p dot 它到底是什么 这些都很简单 OK 没有几个式子 所以我基本上 只是将它的 东西写在这边 当然下面这个 根本就是 完全只是 copy这个东西而已 我们只是把这个 dynamic variable 换成为什么 p dot OK 那我们这样 计算一下呢 harmittonium p 这个是在 假如说你计算 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 假设你是在 p的 marmittonium h会等于什么 h会等于p 再加上v的x 对不对 所以呢 它写成这两项 放进去p跟p 自己一定commute 所以就不见了 所以呢 它会等于 这样子 OK 再整理一下 它会等于什么 负的 partial hamittonium partial x 的expectation value 你发觉跟古典 完全一样 OK 所以这个 很简单的对照 告诉我们说 我们对量子力学 要有信心 虽然说 这套模式的建构 看起来呢 好像 只是找到一个 方式的建构 但是 这个建构 跟古典力学的连结 还蛮紧的 还蛮紧密的 OK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开始来讲 我们这一张的 我们从这边开始 Chapter 7 The Harmonic Occillators OK 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 最主要一个原因是 我们很多东西呢 它所处的环境 你知道了之后 比如说一个材料里头的见解 材料里头的见解呢 你一定是 很多原子 原子彼此当中 连接起来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方形的金格好了 假设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中间有一颗 比如说它材料不一样 我先随便取一个 旁边呢 每一个角落又有一颗 假设就这样 体清地方好了 体清 管它了都一样好了 那么假设是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感觉就是说 为什么这些原子要排列这么整齐 那闲来没事干 它为什么要排列这么简直 因为它们彼此当中有见解 所以这个见解呢 我们就可以思考说 它是不是 好像个弹簧一样 连接在一起 这边也好像有个弹簧一样 连接在一起 因为你要产生间解 必定是你的架电子 它们的电子云的这个轨域 彼此重叠 重叠之后又重整 OK 就好像很多气泡 泡泡放在一起 它们会重整表面一样 重整完之后呢 它们就固定在这个位置上面 然后它们就好像有个弹簧 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假设只是这个样子 那所有东西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在零度K的时候大家都不懂 但问题是当温度开始上升的时候 每一个都会在自己位置上面开始震荡 因为热能会给它 它又不能跑 对不对 你没有看到你进教室桌子四处跑 你要去抓到它才能做 对不对 没有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它不能跑 整个东西会不会转动 在这边不会转动 因为它固体 所以你没看过你的杯子自己在转 但是呢 它可以在原位上震动 这个震动假设只是一点点 一点点 那么我们就可以假设 这一点点呢 是遵守虎克定律的 非常像 那这样子就不错了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用虎克定律 用简单的 Symbol Harmonic Oscillator来描述它 当然你要是温度再增加 它会越震越厉害 越震越厉害 这个时候呢 它就开始会偏移 呼克定律了 也就是说 它有它自己真正的potential的形式 当然你再震下去的 再震得很厉害呢 那彼此抓都抓不住了 他们就会怎么样 就融化了 固体呢 就变成一体 对不对 彼此还是有一点关系 再震得再更厉害呢 整个就飞掉了 就变成气体了 所以一般而言 我们在描述这个震荡的时候呢 这一描述呢 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几个现象 OK 那我们这个东西在这边这样震 我们就知道 当你温度越高的时候 因为它震得越厉害 所以相形之下 它允许的这个体积呢 就会变大 那当然是热膨胀 对不对 那冷的时候呢 大家越来越不震 那是不是东西越来越小 就回到原来的平衡位置的地方 你要是一震的话 相当于它有变这么大 但是有的东西啊 你记不记得 我们小学的时候也念过 什么材料是冷脏热缩 什么材料 金属是什么 金属油分是什么 T啊 是不是T 但是不只是这样子 你看水也是一样啊 水你要是把它的温度跟体积来看 温度越降了 讲到几度的时候最低 4度K的时候最低 那其他呢 都上升 为什么 谁规定 所以这些呢 状况蛮复杂的 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很复杂的状况里面 找到个简单的东西来描述它 那我们发觉 这个很好用 OK 几乎逃都逃不掉 我们用这个来描述它 好 那用这个来描述它的时候 你如何描述呢 OK 我们先从一个一个case 这个时候呢 翔卡这本课本就讲得很棒 看起来呢 好像这个漫画一样 一浮一浮这样下来 然后就了解了 你知道吗 真是厉害 OK 好 我们先看第一个 比如说 example one oh see veritor the case 一颗的 一颗的 那一颗那就很简单 根据古典啊 Hamiltonian你会怎么写 Hamiltonian就是t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又没有非保守力嘛 它是保守力啊 所以只有动能加位能而已 动能是什么 p平方 over 2m OK p平方加2m 然后再加上什么 2分之1m Omega平方 x平方 OK 这个呢 就是因为后面是弹簧位能 alright 所以呢 x呢 是它偏移了平衡点的量 位移量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写啊 对不对 这个 我们知道因为它是simple harmonica 假设很general case呢 for a general case for a general vx 我们怎么来描述它 那最简单嘛 我们要碰到个横数v 我可以先对它做tidal展开式 所以我们就先写v 对哪一点 展开来 对x0这一点来展开来 OK 那你会得到第一个v的x0 对不对 第二个呢 1阶层分之1 反正大家都一样 dv dx 微完分之后让x等于x0 后面呢 乘上x减掉x0 再加上1除以2的阶层 再加上1除以2的阶层 然后我将x0就把它当作平衡点 平衡点的时候 你假设一个弹簧系统 弹簧就是平衡的长度 它没有伸也没有缩 告诉我这个系统有没有储存弹簧位呢 没有啊 所以呢 假设我把x设定为0了 我把坐标整个都平移到x0这一点 那么它就等于0了 它完全没有作用 假设没有作用就把它撒掉 这个呢 这个发觉呢 你对它做微分 之后呢 放在平衡点的这个位置 平衡点已经是它最平衡的 它的一阶微分一定等于0 想都不用想 对不对 所以现在剩下只有二阶微分以后的事情 那你说啊 三阶微分可能太复杂一点 你看看 你对照一下我们这个弹簧位呢 假设x0等于0 那上面是不是变成x平方 right 那我可不可以在这种状态下 把这边写二分之一 因为二的阶层就是二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是m ω平方 乘上x平方 你发觉一件事情 simple harmonic的oscillation呢 它本身的这个位能呢 形式呢 事实上是最简单的一个形式 就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可能有high order 有可能啊 也就是说 假如说你的位能是比simple harmonic 再复杂一点 那我可以用这个展开式 我来描述它 对不对 不过基本上由我们这边看起来 我们目前选取的呢 就是这个 OK 好 这看起来也没什么嘛 谁都会 对不对 没什么稀奇啊 那我讲这个东西干嘛 我们现在来看看 下一个 比如说我们看 两个 coupled oscillators OK 这个我们都知道了 现在我们把我们眼光 限制在one dimensional的case 一围的 就跟我们上次讲的例子 完全一样哦 很像哦 那Hamiltonian怎么写 记住它现在只有堂皇 是保守力 所以呢 基本上呢 Hamiltonian可以现在t加上v 对不对 好 动能有谁 假设你有两颗震荡值 是不是这两颗的震荡值 动能都要加进来 那第一颗叫做p1 第二颗叫做p2 好 OK 假设它质量都一样 那是不是两个动能 我写完了 然后开始写胃能 胃能呢 你就发觉一件事情 它可以写成什么样 类似这样 第一个 自己储存在第一个堂皇的 的胃能 假设没有其他的 第二个堂皇的胃能 但是不要忘掉 它们会coupled 它们会偶合 所以呢 我们会有另外一项呢 比如说x1减掉x2的平方 哇 这一看起来就很麻烦 很麻烦 为什么呢 假设我们这样分类 好不好 我将这个 跟第一个 这个是什么 第一颗 单一一个震荡 好像没有其他的震荡的 哈密托尼 我把这个叫做 哈密托尼1 我把它整理一下 第一个 第一个 我可不可以再做第二颗 第二颗看到的是什么 这一边 跟这个 对不对 所以我第二个会有 p2的平方 除以2m 再加上 二分之一m Omega平方的x2的平方 但还没有结束 我们会多了一下 整理一下呢 我们是否写出来就相当一下 哇 那就麻烦了 假如说 你看看 假如说我mega哈密托尼 我可以很简单修写的 我mega哈密托尼1 再加上哈密托尼2 那这个是相加 那我是不是做任何东西 跟哈密托尼有关系的 就只是两个分别 做作为吗 加起来就是 不是很爽吗 但是他多加了一个东西 卡普项 整个的计算变复杂 好多好多好多 所以记不记得 我们那时候怎么做 我们求取什么东西 normal mode 对不对 我们去算一个 共同的运动模式 来当做新的basis 因为目前在那边写的 那个basis的本身呢 就是个别的坐标系统 第一颗跟第二颗 OK 个别的坐标系统 那我为什么不把它转移一下呢 假设 当然我们已经解过了 我们把它转移到 这个 罗马字1 它指的是什么 它指的是两个坐标系统 有共同的运动方式 就好像两个这样子动 OK 或者呢 第二个呢 我们把它写成为 x1 减掉 x2 除以2 就好像两颗直点 这样子动 对不对 我们上次解出来不就是这样子吗 假设我将1 2 转换到 x的罗马数是1 x的罗马数是2 那么这个是哈密通量会变成什么 一样 第一个模式的动能 我们就好像出现一个集体的动能 再加上 二分之一 m Omega 平方 的x 1 的平方 再加上 第二个 的动能 再加上 二分之一m Omega 平方的 x 第二的 平方 那么这个时候哈密通量简化成 第一个 再加上 第二个 哇 多棒 整个结起来呢 就简单一万倍 我们只要 用这个方式来解 就个别解就好了 那个别解还用解吗 一看起来形式都一样 你看到没 它基本上的哈密通量形式都一样 我们又会回到个单词点的解法来解它啦 只不过这个是单词点的 这个词点跟当初讲的是不一样的 它是一个什么 collective mode ok 所以呢 这个就告诉我们说 我还是先划一条 每次都忘了在那边 ok 所以我们前面那个例子呢 它告诉我们说 我们描述啊 这个例子呢 嗯 应该可以这样子讲嘛 我们就用这样子来描述的时候 虽然说是各科自己在动 但是它的哈密通量 却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 couple的 像出来 造成很大困难 假如说我们把它 transfer到 这个来 ok 那边Omega 第一箱和第二箱Omega 那边不太一样 嗯 对 这边应该是 而且这边的M 可能也未必一样 ok 那重点 我看看 你需要这样子做吗 假设以这个 跟这个 没有错 这边应该是1 这边应该是2 ok 因为它会有它自己的 eigenfunction alright 那么 这个时候呢 我们describe the system as decouple oh see later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来描述它 就好了 对不对 你只要会解一个 另外一个一样 话忽如 还不是可以造解 所以你就变得很简单 你原来学会了一招呢 就一路用下去 就好了 只不过 这个时候的 位置 它的 你看看哦 它的这个 x的basis呢 它自己本身不在描述单一指点 而是整体的状况 这两颗的状况 第一颗 我们叫做这样子 不不 这样子 第二颗叫做这样子 所以我们呢 用状况来代替当初的指点 假设我们把这个去除掉 这个地方是2分之3 ok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的意思就是说 基本上 我们要把它分出两个呢 因为这个只有细数查而已 分出两个 那不是很好 假设你会处理这个 那这个会不会处理 当然会了 就没有什么太大困难 我们一样话忽如 就把它做下来 ok 那么假如说 我们把这个式子 把它 整理一下 我们可以写出 这种形式出来 这边要开更好 谢谢 ok 这边要开更好 没有错 好 它会等于这样子的 我们可以写成类似这样一个形式 只有第一个这边呢 我们发觉我们这个动能项 是我们个别的动能 它没有卡扑起来的 所以这个地方你看看 虽然说我们写成PiPJ 好像有两个不一样 但中间杀一个DeltaIJ 也就是说只要不一样 它一定就是零 剩下来就是有一样的 那我们会得到2m分之 这两个要一样 就是P平方 没有错 ok 所以这个ok 后面这个呢 你会得到未能项 会得到未能项 那未能项就牵扯到 这个V了 比如说 我可不可以 在某个地方呢 Xi跟XJ J等于I 那就等于Xi的平方了 对不对 Xi的平方 然后呢 我们前面会有2分之1 再乘上Vij 那Vij可以写成什么呢 比如说 我们跟前面配一下 V11 好 假设E1好了 E E就XE的平方 那2分之1 2分之1的什么 2分之1的XE的平方 所以V11就等于Mω平方 是不是 但问题是我们这边有 加2次 加2次 所以你必须把2次 把它算在这边 我看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会不会对 E1 E1的话 我们这边会有几项 会有四项 所以IJ会有1 它从1变成2 它从2 它从1变成2 OK 它有这四项 所以当它是这个的时候 这边会怎么样 前面1分之1都造成 那这个时候呢 这边会变成XE的平方 V11 OK 那这个呢 会有什么 X1乘上X2 X1 X2 V12 OK 那V22在这边 会变成X2的平方 OK 所以假如说我们把它写成 我们先看看 前面 这边有1分之1 Mω平方 X1平方 2分之1 那这个其实等于 Mω平方就可以了 是不是 我们还需不需要2 感觉上不需要2 OK 好 没关系 我们再来 X1 会等于这个 那我们那边得到是两个 其实你这边应该把它展开来 它展开来是会变成X1的平方 减掉2 加上X2的平方 减掉2 X1 X2 所以X1的平方有两个 没有错 所以要乘上2 当然V22也是一样 好 12呢 12有什么 122跟2消掉 负的Mω平方 对不对 但不要忘掉 这边还有一个 V21 这两个应该要一样 所以你算了两倍 所以当你这样子做 刚刚好 OK 就可以把整个的算出来 好 那么这个呢 整个的描述是在 原先的X1 X2的这个坐标 假如说我们把它转换到 比如说这个呢 我前面再把它简写一下 简写成 Hamiltonian 它是X1 X2 P1 P2的坐标 OK 现在假设我们把它转移下来 转移成Hamiltonian X1 X1 X2 X2 P1 P2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这样一转移过来之后 我们发觉它会变成两个独立的 两个独立的Hamiltonian 对不对 我们发觉它的Hamiltonian呢 就会变成 有没有Couple的像 没有Couple的像 那就代表一件事情 我们呢 这个Close Turn呢 转变完之后呢 这Close Turn 要不减 你看这个V在这个时候 它就相当于它是一个二乘二矩阵 对不对 V11 在这边 V11 V22 那这边是V12 V21 假设在原来这个坐标系统 这四个都有值 但是转到新的坐标系统的时候呢 假设我这个时候相对的 前面不再是这种 阿拉伯数字的12 而是罗马数字的12的时候呢 我们发觉只有这两项存在 这两项呢 Of Diagonal Turn 统统等于0 那么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相当啊 我们要 Diagonize V V呢就被对焦化 那事情就变得很简单 OK 好 那我们再更进一步 假设我现在有N个呢 那我们这下子V呢 假设在X1 X2 一直到达XN的 这个描述下面呢 它是不是就可以写成为 二分之一 Submission i等于1到N Submission j等于1到N Partial平方V Partial Xi Partial XJ 然后让它位置等于0 乘上XI XJ 再加上 这样一直下去 对不对 我们呢 就发现一件事情 假设是这样子呢 你可以这样子写 那么在 Small Oscillation 很小很小的震荡下面 我们高次向通通不管 我们只保留中间这一项 那么我们的Hamiltonian呢 就可以写成为 Submission i等于1到N Submission j等于1到N 那我们会Pi Delta iJ PJ 除以2N 这是动能项 再加上什么 二分之一 Submission i等于1到N Submission j等于1到N XI XI V I J XJ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了 OK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其中呢 因为我们这个V啊 是只采取这个形式的V啊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Vij呢 其实是可以对调的 OK 它只是它的Element OK 它里面的一些东西 你看看 假设Vij呢 在我们 我看看 对 Vij根据这个来写 是不是前面有Sum 它有Sum 这面有二分之一 这面有二分之一 后面有XI乘到XJ 这面有XI乘到XJ 所以Vij是不是 就是剩下中间的这个 所以呢 它告诉我们Vij 可以写成来 Partial平方V Partial XI Partial XJ 然后让它放在0的位置 它也会等于 你把它颠倒一下 无所谓啊 我先对XJ微分 再对XI微分 放到0 所以呢 它是对称的 所以V本身是个什么 Hermission的Matrix OK 那剩下的是 我们要把它 我们要把它对角化 OK 好 那我们对角化之后的 意思是什么 假设是从我们这边这个来看 它一对角化的意思 就相当我把它转换到一个 集体行为的模式 OK 不再是原来个别的 所以假设我把N科的 也转换为 这边之后还没有转换 假设我把它转换过去 那我是否也可以得到同样的一个行为呢 Transfer N个 Coordinate 正常的Coordinate OK Cartition Cartition Coordinate 我们现在是先用这个来讲 转换到N个 Normal Mode OK 那么这一边呢 它是Coupled Hermitonia 这边就可以转换为 Ecoupled Hermitonia 这边 这边每一个Coordinate Hermit 代表 每一颗 指点的运动 它的位置 OK 相对于 Every Particle OK 这一边呢 你Decoupled 是吧 你每一个Mode 代表什么意思 A way of collective movement 它代表一个集体行动的模式 记不记得我们在讲这个两颗的时候呢 你要是单独看一颗 哇 它的运动形式很复杂 但是把它分解之后 它可以写成两个运动模式 一个是这样子一起动 另外一个是单独动 记住哦 两颗就只有这两个模式 对不对 假设我们N颗之后呢 N颗之后怎么样 我们就N个 N个Ways N个运动的方式 这种collective的运动 事实上 它是以什么形态存在 以Wave存在 以一个波动的形式存在 那么它就变成 假设要在里面存在 材料里头存在 它一定是形成一个standing wave 对不对 但我们就知道 哦 假设我可以转换到这种 以波动集体形式来看待它的时候呢 它所得到的Hermittonium是什么 Decoupled Decoupled 那就非常容易算 不要忘掉 我们现在在讲 One Dimensional 所以它有N个模式 假设三 Dimensional呢 你有几个模式 你就三N个模式 对不对 所以我把这个再写在这边 N个 Coupled Oscillator 3D 3D Case OK 那么我们的Normal Mode呢 有几个 3N个 Normal Mode 假设我们是用Wave来表示 我们常常很喜欢把波动 用一个K vector来表示 对不对 我们可以写成很简单嘛 Exponential I K.R 减掉Omega T 这个就是一个波动 这个就是一个波动 表示时 记得吗 好 那我们都会有K 那K指的是它的Wave Vector K 波在前进的一个 一个量值 OK 那么 既然你有这样子 你有几个K 我有N个K OK 它有N个Mode 每一个 基本的Mode 但是不要忘了 假设波动在前进的时候呢 它有两种波 一种波呢 是我的振动形式 跟你前进的方向一样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深波嘛 对不对 就叫重波 另外一种呢 我的振动的方向呢 是跟着你前进的方向 互相垂直的 那我可以上下垂直 我可以水平垂直 对不对 因为你一定是由你们 左边往右边跑 它有两种形式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这么 又可以区分出怎么样 跟它平行的 Longitudinal Polarization 跟着吧 Transverse Polarization 这个有两个 这个有一个 OK 那这样子加起来是三个 总共有三K个模式 OK 就可以整个的知道 了解吗 好 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虽然说这个简单的Normal Mode 简单的 Harmonical Oscillation 但是假如说你可以找到一个方式 把Normal Mode找到 那就相当于说 我们这里面呢 就分出三N个 三N个独立的Harmonium 每一个解法 我们都了解的话 那就变得非常简单 OK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要从最左边开始呢 我们来解 好 那我们现在看看 因为只有一个 所以呢 在古典里面呢 我们刚刚所学到 它是P平方over2M 再加上二分之一 M Omega平方 X平方 我们把它转换到 我们的量子力学 Harmonium 会等于Poperator的平方 除以2M 再加上二分之一 MOmega平方的 大X平方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写 那么 对一个Time Independent Schödinger equation 我们会怎么样呢 它基本上是 Hermittonium Psi 会 function Eigenstate 会等Energy Eigenvalue Psi OK 那么这个是我们 7.3.1 好了 我们把它摆进来 所以它会等于 P的平方over2M 再加上二分之一M Omega平方 大X平方 OK 对于 这一个 好 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还没有 这两个都一样 我把这个写在这边好了 我们都还没有 正式进入X basis 我们写的都是operator 我们的P 就要用什么 负的IH bar D over the X 我们现在先考虑一维就好了 大X呢 就是用小X来表示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的V function Psi 就可以写成 用什么来表示 用Psi E来表示 用V function 这样子就好了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7.3.1呢 写起来就会变成这样子 负的H bar平方 over 2M D平方 DX平方 再加上二分之一 M Omega平方 X平方 C1 E的C1 简单一点 我把下面这个E呢 先去除掉 好不好 这样子就好了 这个是我们7.3 7.2 这是课本的 OK 那我们要再整理 我们可以把这个1 拿过来 让这等号 右边等于0 然后现在呢 我就开始transfer到 我放在文宏那边的 那个讲义上面 我们这整个equation 就可以进步 写成这样 OK 那么 就相当于先把它除过去嘛 先把它弄完之后 这个再把它整过去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叫做 第一个式子 OK 所以呢 β是什么 先讲α α是什么 M Omega over H bar β呢 2M1 over H bar 平方 这是我第二个式子 圆圈圈的第二个式子 OK 那么现在 剩下的是 我怎么把它解出来 各位看到α是什么 α它只是一个 一个数值而已 M乘上Omega 那Omega 是它的一个 角频率嘛 对不对 所以H bar β呢 跟着E有关系 跟着E有关系 但其他都是常数 那基本上 这个来看 你看这边有X的平方 所以我们以前 学过数学 就告诉我们 假设这个VM方程 前面的系数 只是 最多就是X的函数的时候 OK 那我们就说 这个是一个什么 线性方程式 Linear的Differential Equation 它又更好一点 因为它等号右边等于什么 等于0 所以是什么 Linear Homogeneous Differential Equation 对不对 而且这只是One Dimension 所以说 理论上应该很好解 理论上归理论上 看到了 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解 OK 那我们要怎么办 OK 这个时候呢 人家就会想办法 把它Transfer到 另外一个地方去 好